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4月6日 今天读我点名节目 我想来着重的谈谈赵紫阳 那么赵紫阳过世啊 已经13年了啊 在如此自尝的世界里啊 骨灰还没有得到安葬啊 那么今年啊 据赵紫阳的家人谈论啊 说是有关方面啊 经过他们的这个要求 终于啊 这个同意啊 基本上同意 就是他的骨灰 可以呢在民间的啊 普通的墓地安葬 如此一个小小的要求啊 如此自敌的要求 还要经过中共中央的办公厅啊 才能做决定 这真是令人难以就是接受啊 其实赵紫阳是我们 普通老百姓啊 心目当中最崇拜的啊 前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啊 这个他在六四当中啊 这个不愿向这个 自己孩子们啊 也有学生们开枪啊 宁可吃掉啊 总书记的职务 这一点呢 在历史上留下了 非常非常的啊 令人印象深刻的这样的 一个烙印啊 我相信呢 随着历史的推移啊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将在这个赵紫阳 这个 这个 这个去世这个日子里啊 或者是诞辰的日子里啊 来这个 富强胡同啊 祭奠他 因为老百姓对他的这种 崇敬啊 是发自内心的 没有任何官方 这次强制的这样色彩啊 那么今年是一样啊 据说是 这一两天到这个 富强胡同来的 访民啊 还有这个赵紫阳的 这个部下啊 亲友等等 络绎不绝啊 每一个人都是 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啊 来这个 表达自己的悼念之情 说是有一个 是四川省委书记 李子元的儿子 叫李慧啊 这个等等啊 也都来看望 这个他这家人 看到这个消息 我非常灵灵感动啊 这我感到 非常不解的事 像这样一个 伟大的人物啊 那么真是 心里想的 都是普通老百姓 生前和死后 都是在人民群众的心目当中 留下这个印象 都是难以磨灭的 这个 应当啊 在这个八宝山革命公务当中啊 这个放在一个显著 显著的位置上啊 就安葬这位 前中共领导人啊 非常地可惜啊 这个现在 这个 总共目前这些 领导核心 虽然都换了人啊 这个 江泽民已经是 这个退居二线了 胡锦涛也是一样 那么现在习近平把 所有的权力啊 都集中在 自己一身 也就是说 他其实一句话就可以啊 把这个 赵紫阳这个 遗体安葬问题解决啊 但是现在却 没有一个 这样的 令人啊 这次感到满意的结果啊 所谓 家属啊 就感到 还可以 就是说 接受的 是什么呢 是在这个民间的啊 普通的墓地 安葬 我看当然这也好 因为 赵紫阳本身呢 原本就是来自于老百姓啊 他们所 他所做的一切啊 所付出的牺牲 都是为了 我们普通老百姓啊 所以说 不论是在北京啊 找一块 这个 与老百姓一样的墓地 还是在 他的这个 河南的老家乡 华县 选择一块 这样的地方来 安葬他 我看都可以啊 这个 八宝山这个地方 用一句话 概括啊 这个 好人不多 坏人不少 这个 与那些人的 这个威武啊 也是一种耻辱 索性就是说 放弃这种幻想啊 有一天 他们会为 赵紫阳平反 然后在这个 八宝山上 给他这个 一块好的墓地啊 要放弃这个幻想 这个 他的家人啊 我认为应当 这个 重新打算啊 不要再等待了啊 我建议 尽快的啊 这个 因为 赵紫阳这个 家人 后人的比较多 我们看到 网上一些消息啊 他的这个 女儿王也男 这个 也是一个 这个性格比较 倔强的啊 这样的一个 强势女人啊 那么他的 儿子啊 据说赵二军 这个 还接受了 这一些 媒体的 这个 采访啊 谈到赵紫阳的情况 那么呢 打破这个幻想 早一些 使这个 赵紫阳和他的太太啊 能够就是说 这个 入土未安啊 因为中国人都是这样啊 盖棺论定啊 你总是把这个骨灰 放在家里啊 不是个长远自己啊 这个 而且安葬之后 还便于后人啊 包括这些 普通的老百姓啊 能够就是说 每逢这个 中国的传统的啊 祭祀的节日 前往墓地啊 表达自己的心情 所以说 这个 早一点决策啊 比这个 总是 请示汇报 其幻想官方 会改变 这个 某一种成见啊 要来到实际啊 那么至于说 将来啊 能不能 就是平凡 赵紫阳这个啊 我认为啊 即使中共的 这个最高统治者啊 这个 一直在拖延这个事情 我相信呢 这个 历史的这些啊 潮流不可阻挡 总有一天 这个年轻的代中国人啊 这个 会解决关于 赵紫阳的问题 我也看到 4月6号啊 和赵紫阳这个 也是这个 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啊 也是一个非常 思想比较开明啊 比较亲民 这个赞成 宪政民主的一位 前总工的高官啊 就是过去的 组织部的 常务副部长啊 李瑞啊 说102岁高龄了 最近身体也不是太好啊 有窜言说呢 这个也是进入了 非常危险的 这个生病啊 这个最后的时刻了 那么呢 这个 但是他的头脑 能让非常清醒啊 他已经 这个 明确的表示啊 不禁八宝山啊 也不盖中共 荡旗啊 我看这得很好啊 这说明他真是 想开了啊 不要和那些 刚才我讲到那些 葬在这个 宝宝山里啊 活着 这个 讲究这些排场啊 这个欺压老百姓啊 死了 还想啊 在阴间也想啊 这个高人一头的 这样的一些啊 贪官无理 所以说 和民间的普通老百姓啊 葬在一起 我认为是件好事情 这个赵紫阳的后人 家人啊 要多学习 理论啊 继续家人这种精神 我看过很多 这个李曼阳 这个写的这个文章啊 写的都不错啊 这个状告海关 系列节目 系列的文章啊 最先发表在 香港的真名杂志啊 等到真名听看之后 又转发在网络啊 这是 这个斗争啊 不屈不挠啊 这个令人敬佩啊 所以说 今天我看到这个 有关的赵紫阳啊 没有得到安葬这个消息啊 心里 真是 这个 无畏杂陈啊 产生了很多的想法呀 这是我的一些感受啊 那么呢 赵紫阳这个题目 谈完之后呢 我想再谈谈 这个有关这个 朴槿惠的事情 这个政治人物啊 这个 都很容易啊 就是 引起 媒体或者普通的老百姓的贯注啊 因为 如果是个普通人 出一点问题啊 只会连累自己的家庭 但是如果是一个 官场上的重要人物啊 特别是国家的 这个领导人 最高领导人啊 那出现的问题啊 就会影响整个的 民族啊 利益啊 国家的利益 人民的利益 所以说人们有理由啊 就是对这个领导人呢 要求啊 比较 比较高 比较苛刻 我们看到 这个66岁 这个朴槿惠啊 这是韩国的一个民选的总统啊 结果呢 这个 这个在4月6号 终于被判刑了 对他的审查 长达了这个300多天啊 终于有一个结论 判了有期徒刑24年啊 66岁 加24 24年啊 那就是 真是 谋碟子年了啊 这个 而且对他 还有一些 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 这个处罚呀 那么 毫无疑问啊 朴槿惠这个案件啊 也带有这个 这个官员内斗的色彩 无论是 专制制度啊 还是民主制度啊 都难免呢 官员这个 互相的这个 明争暗斗啊 甚至互相残杀啊 这个 自古如今啊 古今宗外都是这样啊 没什么奇怪的 关键是什么呢 我认为啊 一方面 有这个内斗的色彩 也就是说像朴槿惠自己反驳啊 反驳讲的那样 就是有人对他进行政治报复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他的爸爸啊 觉得了不起啊 这个朴正熙啊 也是一个强权人物啊 这个 但是呢 他这个 这个 在经济啊 这个 这个方面 好像还是有一些成就啊 但是呢 在政治上 也是搞威权统治啊 我估计啊 也是得罪了很多人啊 得罪的人 那肯定 对他的后人 就要采取一些 这个 报复的手段啊 那么说不定 朴槿惠 这次牢狱自在啊 和这一点 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 我认为啊 最重要的 还是本身的 不干净啊 那么当然了 朴槿惠本身 这个 他的生活经历啊 这个非常的独特啊 经历过很多大的事件啊 一般的人都难以承受啊 你想1952年 他这个朴正熙 这个 被暗杀啊 当时这个 这个 第一次 第一次经历过这个 这个事件的 朴槿惠才22岁 那么接着五年之后 他的母亲啊 这个又被这个 杀害啊 那么这些双重的打击啊 造就了这个 朴槿惠啊 独特的一种啊 这样的性格啊 这个人也是非常的 这个坚强啊 这个 人生的经历 也非常的复杂 那么 我看到一个报道 讲到 他当年 亲手啊 就清洗了 他爸爸身上的 就是 这个受伤的鲜血啊 后来又亲自 清理他妈妈 这个也是啊 身上的这个血迹啊 那么这些东西 都在他这个思想性格的 形成过程当中啊 产生了非常 这个深远的影响 所以他这个终身 未婚啊 就是 这个自称把自己 嫁给了这个韩国啊 那么 后来呢 他这个又 这个参选 这个议员啊 这就在这个 1997年到1998年啊 成为议员啊 98年 重新返回了 这个青马胎啊 但是呢 他也这 也把他这个思想性格 搞得啊 非常的这个 孤僻啊 这个人 那么本身 按道理讲啊 民间 我都讲过啊 就是男大当婚的 女大当家 这个没有正常的感情生活啊 特别是 也没有一个男朋友 也没有结婚啊 没有成家 这个 肯定是 我认为啊 有一点不是太正常啊 这一点可能也是哈 这个 走向现在 今天这种啊 老狱子 很重要一个因素 因为一个正常的女人 你没有找一个好的先生啊 嫁给他 有正常的这种 家庭生活啊 也包括这个新生活啊 感情生活 那肯定这个人家 就是有一点 怪癖啊 那么 结交了这个 崔顺石啊 也就是说自己的闺蜜啊 这个闺蜜 在自己的身边啊 整天 两个人可能是无话不谈啊 也可能 在这个感情方面 有很多的这个交流啊 这个和沟通啊 那么自然这个崔顺石 这个因为和他家族啊 具有很长时间的交情啊 两个人可能无话不说 那么崔顺石就利用他这个权力啊 开始这个敛财啊 那么 这个据一些传说啊 也给他介绍一些 好像是 这些小鲜肉等等啊 当然这些东西都是 不太好擦针啊 可以想象 这个虽然他是 自称把自己嫁给了韩国 但是毕竟他是一个 有五 这个起情六欲的啊 普普通通的 长的一个女性啊 他渴望权力 也更渴望爱啊 所以呢 这个也很容易啊 这个 渴望爱得不到 有可能转向渴望金钱啊 以作为逆补啊 甚至被他这位 叫崔顺石的这个闺蜜所利用啊 所以说 我认为啊 他这个走向今天这个 非常悲惨啊 这样一个命运啊 这个有内度的色彩 也有什么自身的 这个人格的缺欠啊 所以说 我看到今天网上的消息啊 说是他 起诉他的这个 这个证据材料啊 这个多达 十四万页 那么学问的证人啊 一百三十多次啊 那可见 这个还是有证据的 并不是说 呃 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啊 这样的政治报复啊 政治报复 你要有 这个 这个 也要有这个 这个 这个 借口啊 这正常 正如这个中共 目前啊 这个政坛发生的一些 这个内斗啊 你像 周永康案啊 这个 郭国雄案啊 徐才厚案啊 令计划案等等 这个 当然被整肃的这一方啊 都是 这个在 在这个辩护的时候 都是说自己 这个受到了 这个政治报复 但实际上还是有问题啊 你有了罢柄 那么政敌 拿着放大进去寻找 那自然而然就要栽在人手里啊 人们就要踩上一脚啊 那么同样的啊 即使是 民主政治的韩国呀 也是要上演这样一场 这个官场上当中的 影响 悲喜剧啊 我看到这些 有关朴槿惠的材料啊 也真是 这个心里 极度的感慨啊 这个 但愿啊 这个朴槿惠能够 这个 深刻的反思啊 这个 闺蜜门啊 这个东西啊 的确是害人啊 不用说普通 不用说是政治强权人物啊 你就是一般的 普通老百姓 这个西家长 里家短啊 有的时候 这个邻居 或者朋友之间 制造一些矛盾啊 往往都是由于 这个闺蜜门 这些 这些圈子里啊 这些长蛇 长蛇的这些太太 互相之间 这个说三倒四的啊 造成一些误解啊 那当然并不是说 所有的所有的父女都这样啊 我是指一部分人啊 这个的确就容易引起一些误会啊 造成一些矛盾啊 那么如果引申到这样的啊 这个国家层面这样领导人 这又是一个独身的女人啊 又是未婚 那肯定是 更容易出问题啊 所以这里 我在看了以后啊 就是 产生这些想法 不一定对啊 也没有 这个 起死妇女的这个意思啊 我只是说 这个 朴槿惠 他这个 经济方面 这种犯罪啊 行为啊 有这个自身的啊 主观上的因素啊 其中 和这个 个人的感情 还有很大的关系啊 那么这是一个小题目啊 那么 还有一些事件 那么再谈谈 关呢 这个国内啊 这个网站发表一些报道 说湖南啊 这个 易阳 那么 由一起 涉及到啊 这个 公安干警的案件啊 这个是由4月4日啊 澎湃新闻 网站公开发表的啊 我首先 我表示就是说 这个 作为中共的官媒啊 能够就是说 公开的报道啊 一起 涉及到这些警察 违法犯罪的事情啊 而且这些警察 真 真的被派刑了啊 那么这一点应该肯定 这较至于过去 我们遇到过的啊 雷阳案啊 还有 这个 虚存河案啊 等等 这个还是一个 这个别开身面的啊 一个报道 他讲的什么内容呢 就是说 这个在2015年的 12月8号啊 说是 湖南省啊 有一个穷湖派出所啊 这个副所长啊 叫贾胜 带领着下边 几个干警啊 还有这个副警 这个一起呢 就抓了一个犯罪协议人啊 那么对他进行 这个 这个盗窃罪的指控啊 结果呢 采取了刑讯毕供的断法 把这个人呢 用双手啊 戴上手铐 然后 往这个鼻子里灌水啊 最后把这个 犯罪人枪死 那么这个案件 还不错啊 这个 当地的 湖北的这个 这个纪委的 有关部门啊 没有掩饰 而是把他 下令算归啊 这个被算归的 有两个警察 两个副警 所谓副警 就是国内很流行啊 就是 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 那么招聘一些 临时这样的 辅助警察工作的警察 行使的这个职权啊 和职能 和警察一样啊 我认为这本身 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啊 这个一种 违法的人事安排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大行其道啊 我看全国各地 很多案件 这个出了问题之后啊 都会推出一两个副警 来 来顶包啊 这个大概也是用他来 作为一个挡箭牌吧 按道理讲啊 是应该就是 警察就在执法 没有副警 那么这个抓着这四个人 现在看来呢 都被判刑啊 有的判了 十年啊 煮饭 判了十年啊 叫假慎 这个有五年 有三年 两年啊 这个等等吧 我就详细讲 我讲的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 这个当地这个 湖南的啊 一阳的纪检部门 总体来讲还不错 就是给他们算归了啊 抓起来 咱们移交这个公安啊 检察院法院来处理啊 这脚子过去是个寂寞 第二个呢 湖北省同济 法医坚定中心 也不错 敢于坚持原则啊 我看他那个提供这个 关于这个犯罪嫌疑人 死亡这个原因 他做了个坚定 虽然这个坚定也有很多瑕疵啊 有很多疑问 但总体上来讲 还是这个 就是认定啊 就是这个死亡和这个 鼻子枪水有关 这个总比那些造假的啊 撒谎的啊 这个 其反作用啊 就做伪证 那些所谓的 这个法医坚定中心 要好得多啊 那么这是一个 此外呢 还有当地的这个公安局 检察院法院啊 能够对这个 穷湖派出所的副所长啊 这个 也就是利用公权力啊 杀人的啊 这位叫贾胜 等这些人 进行这个依法制裁啊 这个我认为啊 这一点脚子过去 的确是 还不错啊 应当肯定 但是呢 这里有很多的疑问啊 这是我最为 这个感到啊 就是不能理解的 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 对这些犯罪协议人啊 这个判刑呢 首先判刑 这个量刑这个 罪名啊 是这个 我认为不正确 他这给他 给他量刑是伤害罪啊 我认为是故意杀人罪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 这些警察呀 应该讲是懂得国家法律啊 那否则不能当警察 是不是啊 那懂这个法律 手里又有这个公权力啊 是代表着国家 不是代表个人啊 来这个 对犯罪协议人 进行这个刑循逼宫啊 而且这个 违背根本的这个常识啊 那鼻枪是 是呼吸的地方 你往里灌水 那肯定要枪死啊 也就是说他在做这个事情之前 就应当知道 这个犯罪协议人 有可能就是致死啊 就情节非常严重啊 这个应当是故意杀人啊 也就是说呢 按照这个条款 这个对应的判刑啊 这主犯是应该判处死刑的 至少都判死判的 能认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罪名啊 这个有问题 第二个呢 他讲到什么呢 说讲到这些警察呀 在事情发生之后呢 能够主动的坦白 这案件的全部的经过啊 把他看成是 有自首这个行为 这个显然不合情理啊 是怎么算自首呢 把人这个 用水枪死了啊 那肯定这是 算不上 算不上这个自首情节啊 而且最荒唐什么呢 这个法院在判决的时候 还有个说辞啊 说是为什么对他们 从宽处理啊 是因为 这个死亡的家属啊 提供了一个材料 叫刑事谅解书 也就是说家属提出来啊 要谅解这些警察 这个显然是荒唐啊 哪一个人被 这个刑刑逼宫死掉以后 他的家属能够 这个心甘情愿 出一份文书 请求对这个警察 要从管处理啊 这根本不符合情理嘛 对不对 这个家属 一定是在受到高压下压 唯心的 不得不 出 出份啊 出去这样一份 就是行事谅解 这样一个书 用这个来什么呢 来为这些 警察的 寻思妄法 开屁股 说看了以后 这是非常凌人的愤怒啊 那么呢 从这 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啊 就是这个 党管司法啊 这个公监法司 自己监督自己 自己出了问题啊 那想各种办法 千方百计的什么 狡辩 然后呢 就是制造这些 虚假的东西啊 来解脱 那么因为他们 公安局是 独此一家 不有分店嘛 你得罪不起 所以如果说 家属 得到上级的高压啊 就是说 你必须要 出具这样一个文书 我们多赔你点钱 否则的话 我们要狠狠的整理 那么这些家属 我们有办法 就只好屈服啊 所以这个案件 是在屈服的情况下啊 这个出台的 那就说 这个 判十年 五年 三年 两年 我认为啊 这个显然是太轻了 按道理讲啊 这个案件最起码 有两个人要判死刑了 那么其他人都判 无期徒刑 必须要重判 才能严惩这些啊 违法乱纪的警察呀 那么因为 早在2015年啊 还有16年啊 早在2016年啊 10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啊 最高人民检察院 还有这个 公安部 国安部啊 司法部 有个联合通知啊 题目就是 推进 刑事诉讼 制度 改革啊 这样一个规定啊 其实都讲到了啊 就是对这个 刑刑并购 是严谨的 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 各地的公联法寺 都在正法委员下 这个 其实都是一家 自己监督自己 国家上级 办法 这个条文的 非常好啊 下面 就是不执行 你不执行 也没有办法 你像这样的 警察这个对犯罪嫌疑人 双手啊 紧靠啊 靠在背后 背面 把鼻子灌水 那肯定就要死人 这就说明什么 这种刑讯逼供的行为啊 这个一个是 这个 不是个别现象 比较普遍 就经常可以运用 所以才这样 肆无忌惮 所以说一旦是 造成死亡的时候啊 应当是杀一惊百啊 这个 使其他的这些 警察在办案的时候 感到啊 就恐惧啊 感到禁为法律 这才行 像这样的 就是 下点猫猫女啊 象征性的 判一个十年 然后其他的人 就三年五年 最后入医之后 再来减刑啊 假释啊 包围就医 明堂多着呢 很快就出来了 那么其他警察 一看没事 还会下一次 继续啊 用这种刑讯逼供的 办法啊 来办案 所以我看到这以后啊 这些消息以后 我感到啊 这个非常的生气啊 当然了 这个案件 角质也就是 以前的案件啊 我再次强调一点 还是一种进步啊 如果他不处理的话 你也没有办法 宋国心的目前 就这样 状况状况 那么这是关于啊 就湖南一阳发生的啊 此外呢 这个还有点时间啊 在他一个 谈谈这个 有关甘肃发生的一期啊 就算一个社会新闻啊 这个也是很有 很有意思的新闻啊 说是呢 这个甘肃啊 曾经有一条公路啊 耗资16亿 叫扶贫路 结果最后呢 被发生 发现 是豆腐扎工程啊 这个 党媒啊 人民日报啊 发表的一篇文章啊 就是猛烈的 就批评了这件事情 那么当然 这件好事情啊 不过 感到奇怪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消息披露之后 甘肃省的党报 兰州晨报 却发表了一篇文章 进行反击啊 那么我仔细看了啊 这个报道 这个 关于这个 这个 这条路的啊 这个建设的前因后果啊 来龙去脉啊 我就不去重复了 网友们可以从网上 可以找到啊 我只是说什么呢 这个 这篇文章的 大概的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觉得 这个纪念 纪念 纪念啊 人民日报 这个作为一个官媒啊 这个特别是在海外版的微信公众号 侠客岛 就这篇文章当中啊 已经是 这个 对这个甘肃 这个 这个 豆腐杂工程进行了 激烈的批评啊 那么啊 当地这些 这个 媒体啊 在一般情况下啊 都不会 不敢 表达不同的声音 但这次非常奇怪呢 这个 南州晚报啊 却做了这样反批评啊 而且言辞比较激烈啊 这个 本人认为啊 这可能 和这个 这个党内高层的啊 人事布局有很大的关系啊 因为 这个我们已经 我们都知道啊 现在甘肃这个 主政的主要领导啊 过去 在这个 王岐山的手下工作过啊 算是 党内的实力派啊 此外呢 这个我看了一些 我比较这两篇文章啊 就官媒这个报道和这个 甘肃地方 报纸的文章啊 我觉得 这个 人民日报的这种 批评啊 的确有一点这个 有些问题 就是如果说 他单纯的是批评这个 这个豆腐大工程啊 也就罢了 他还 这个 有这件事情啊 这个 还指向了啊 这个整个的甘肃的官场啊 对这个甘肃的官场 进行的啊 这个 范围比较大的一种 这个批评 那当然 就会造成 现任的一些领导人的 就 就不满啊 这个 我估计和这个 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啊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呢 这个 百家争鸣啊 百花齐放 才是正常的这个 舆论生态啊 如果说 人民主要发表了文章之后啊 对某一件事情 做了一个批评和定义 这个对方啊 涉及到这案件的地方 这个舆论啊 如果是一面倒啊 或者保持沉默啊 反倒是不正常的 应该是允许 不同的声音啊 存在 这才是健康的 这个 这一方这样讲 那一方那样讲啊 那么各种的说法 都摆到台面上 那么普通的 老百姓啊 叫读者啊 观众 他们自有辨别力啊 所以说 这种啊 目前这种 舆论这种气象 我认为呢 这个是一个 比较健康的 这样一种状况啊 但愿啊 中国的国内能 所有的啊 这些媒体啊 就都能恢复 这样一种常态啊 当一某一种事件 发生之后啊 这个左中右啊 各种看法都有啊 每一种看法 都会受到这个 这个 保护啊 都允许人们 来间别啊 这个 来采信啊 这个 来接受 来批评等等 这就要 这就对这个社会生活的发展啊 能起到非常积极的 有力的 这样引导作用啊 那么这是今天的 多少点灵节目啊 刚好又到了 三十分钟啊 我谈到了这个 赵紫阳的 这个 骨灰安葬的事情啊 又谈到了 朴槿惠 还谈到了 湖南啊 这个 易烊的一期 这个案件 最后谈到了 甘肃啊 那么 非常的这个 有一点凌乱啊 都是我 每天读报啊 这个产生的想法 也就是 我个人的一些点评啊 仅供大家参考啊 再次感谢啊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明天见